各位婚宁 鄉親 大家好 我是藏美官 歡迎收看今天日月十五日 禮拜日的婚宁新聞 面對武漢疫情 雖然我們要讓人感到驚訝 不過做好風景秋季 就是對自己最好的保護 有曾經起業就特別觀吃綠酸抗菌疫來給婚宁管建庫 對今天開始有需要消毒水的家庭 可以帶到護膏名譜和領主人的新聞籍 和親近的各地貴身所來領主 對恐怖和危險的病毒 全民都很生理 做好萬全準備 有生心的企業 經習慣進次綠酸抗菌疫到婚宁管 不用開提供有需要的家庭 拿回房子做環境消毒 例如說門口 我們如果從手把開門 我們還要消毒我們的手 每一項有需要的家庭 帶到護膏名譜和新聞籍 還有一千CC的抗菌 在各地貴身所指定的時間前往 都可以定期分增 從禮拜一到禮拜五開始 每天兩個小時 鄉親如果拿著戶口名譜 跟拿著一千CC的空瓶 來到我們的衛生所 那你都可以把這個次綠酸的抗菌液 帶回家 進行我們所有的這些 無論是環境的擦拭 那進行環境的消毒跟清潔 我想這個避免間接傳染 那保護自己也保護我們的家人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防疫的 基本的一個起步 現在當時環境的環境很大 全民都不敢大意 不過認識也有可能會因為這樣 阿歷太大 對處醫師提供民眾 要將心靜下來 不能過多鼻關 才能有開力度過環境 精神集中 在這個鼻孔口周圍 那一直到你有覺知到呼吸之後 你就可以跟隨著呼吸 不管它是長還是短 是粗還是細 最重要的是 我們大家可以跟隨到說 你發現當你的呼吸慢慢由短變長 由粗變細的時候 感受一下 我們的身體的肌肉 其實也會很自然的有緊繃到放鬆 相信政府 相信專業 然後相信你自己 那這場疫情終究是會過去 那同時我們也要用一個樂觀 正向謹慎的態度 來面對這一次的疫情 那我相信應該我們可以共渡難關 無論是十多方向措施 那這是心理上的條線 人人都要保持正面的思考 才能健康和安心 驚過非常失去 有相關問題需要順悟的人 也能夠腳1925安心轉帥 其實台語差不多